还有骑脚踏车 看到了台北市这位王小姐呢 两年前就在河滨公园里面 她是晚上骑脚踏车 结果呢突然间路灯断电了 突然就雾气漫黑 她看不到路就撞上了车组呢 而受伤了 下巴缝了针 牙齿还断了三颗 市政府还跟她说 是你自己不小心啊 她气得一撞告上了法院 法官现在判 这个市政府公务局 败诉赔偿26万元 露出下巴的伤痕 王小姐受伤两年多 到现在还没痊愈 当时下巴重创 嘴巴肿胀变形 包满纱布 牙齿还撞断三颗 造成她受伤严重的 竟然就是台北市政府 两年前 她到台北市河滨公园 夜骑自行车受伤 路灯断电让她撞上了车组 一般的市民 其实不会说摔倒 就可能自认倒霉 那我觉得说其实这个 其实是规划的措施 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既然有 射障碍物在那边 那你为什么 不用那个照霉 当时王小姐就骑在 这段自行车倒霉 上方的路灯突然断电 看不到路 她就撞上了前方 这段车组 虽然现在车道边 已经贴上警告标示 但当时台电停电 路灯断电 市政府没有照明 也没有封闭警告 而这块车组 更没有贴反光标志给车友 事后市府还互推责任 他们就是有两个单位 在互推责任 就是说 那个设立组车组的 那个就推给说 是那个路灯没有亮 不是他们的责任 然后那个路灯没有亮 他就说 那是因为他那个设置组车组的 那个位置可能有问题 这样 然后法官是说 你们现在上班是公务人员 可是你们下班 也是一般老百姓 那你们也是有父母嘛 你平常路上这样子 你们不能就这样推卸责任 那你们要将心底细 市政府官僚心态 让法官忍不住痛批 判决市府败诉 要赔偿王小姐26万元 小盛名这回 在法官撑腰下 赢得国赔 中新闻杨中盛 柯颖清台北报道 得不准说 有一个挖入 或者是有一个挖入